欢迎锁定6月27号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 屏东马家乡旧阀湾部落的狮王瀑布山坡 在昨天下午传出有登山客失联 经过搜索消防人员终于今天上午找到人了 但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宣告不拒 据了解这名登山客跟七个朋友一起上山 走在队伍前方担任前岛 途中不慎迷路失联疑似坠落山坡发生遗憾 救难人员赶紧将人抬上担架 透过空勤直升机吊挂送医 刻不容缓送往医院 最后还是回天乏术 这名登山客26日下午跟朋友上山践行 没想到途中走散失联发生憾事 头部有失裂伤及全身手脚插错伤 初步研判受伤原因因为坠落山坡所致 那死因上代向院结果厘清 原来当天上午他和七名团员到屏东马家乡 旧法湾部落失望瀑布践行 他在队伍前方担任前岛 走到一半迷路失联 团员见状赶快报警 紧消第一时间上山搜救 直到当晚九点天色太暗 只好先行下山 隔天用空拍机搜救 最后在瀑布上方发现失联登山客 空拍距离八十五十分到达反光检 并切任后由空情总队吊挂 并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 宋医抢救宣告不治 根据了解死者是网路报名参加 最后八人成团申请入山许可上山践行 开心出游无法平安回家 江属听闻二号只怕难以接受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